秘密蛋 有一個打肉的一直欺負我 你去幫我揍他 不是 拔頭那個也很過分 但是 有一個更討厭的 沒有問題 臭狗一定要扁 對對對對對對對 打他 喂 喂喂喂 喂 喂喂喂 他整個講話沒聲音啊 你有聽到他講話嗎 沒有 有啦有啦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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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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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貼牆放不就好了 欸為什麼他在玩我們的音效版啊 牛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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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聽到嗎 這樣聽到嗎 牛腕 9Q超笨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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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打你會你會打肉嗎 喔超強的耶 好喔 他肉超爛的啦 沒有 我就想問你們會 肉能不能痛扁別人而已 狗超強的幹 根本就是痛扁 暴揍 真的假的 哈 他不行他不行他不行 我們麻雞慢的吧 我們麻雞慢的吧 你幫我去扁人好不好 不是扁人 扁狗 誰打誰 該不會打高尾層嗎 不是 不是 打高尾層 打誰 欸 龜狗喔 那沒機會 對不起 搞別人吧 怕精英 哈 真的假的 對啊 那我去做谷告好了 這樣 這定義喔 那看谷告 谷告應該可以 定義我搞不定 這是什麼 背罩吧 欸為什麼我被打飛了呀 這個遊戲就是我們要 我們三個要經營一家 超市 我們要把它 經營的有聲有色的 啊現在是第一天 我們還在買東西 員工分月 那我一定是收營 我要當收營員 來來來 那收營員很難欸 你要嗎 我可以喔 我是誰 啊我們沒有冰箱喔 啊對嘛 可樂就是得放在冰箱裡啊 賣可樂 這個冰箱 只有可樂的 我一定無卡 無卡的 零卡可樂喔 零卡可樂一定沒有人喝喔 幹我們是為 肥宅準備的便機商店耶 怎麼可能有人會贏卡 對吧 蜜鹿 來來來 我要怎麼定價 去哪裡定價啊 這裡有一個 這個 然後你就走過去 對他的那個 然後你不能 不能定大於兩倍 1.8喔 這個這麼便宜喔 我都可能可以 買到 1.8的兩倍是多少 3.6 3.6 我們知道 欸他是當收營員的 我們知道電池桶會打 哈哈 爛講 爛講 要不要定兩台收營機 我感覺一台他會 他會 那個大排長龍 你知道嗎 你有看過那個嗎 麥當勞只有一個 影子園收營 得來樹直接排到對面去 爛講 怎麼會 1.8的兩倍是多少 2.6 2.6 3.6啦 你剛剛不是有人問過 要再顧一個員工 幹嘛啦 奇怪 要不好像都定價好了 各位 好那開始囉 要開店囉 如果有人偷東西 你要拿旁邊這根 哨把打他 這裡有一個 哈哈哈哈 你先拿起來 訓練一下 阿你們 阿你們不要那麼做事了 唉唷 我們要算找錢嗎 要 這是最難的 哈哈哈哈 找錯會發生什麼事情 哈哈哈哈 少不費錢啊 剛剛陳德澤當店員 賠了好多錢 沒有是陳德信 陳德信 兩個人他只會賠了十幾塊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嗨 欸好多厚喔 欸唷他賣好多喔 35 買那麼多是怎樣 50 要找14 10 10 欸是賠錢啊 欸好像要再買一台收音機欸 27.062 20 欸欸 再買一台收音機 等一下 7 6 欸 欸 完美喔 我已經完全掌握這個 結帳了 欸 欸 欸 25 88 感謝你 喔來補貨 喔欸他們要買這個 喔欸他們要買這個 你 你吃很多喔 會胖死喔 對 哪有人這樣跟 哪有人這樣跟 那個客戶講話 呵 嘿嘿 唉唷 欸 7 7塊5 6 7 1 2 7 7 哇大排長龍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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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7是怎麼辦 那個7是 放上來 什麼東西有覺得嗎 多獸一塊啦 一毛不多啦 欸 多獸一塊是怎樣 大姐 3 10 2 50 60 70 80 90 5 欸他在抱怨 他說沒有 沒有可用的收贏嗎 嗯 他在抱怨你我幫你打他 打死他喔 我直接店常常找二十幾塊 直接找三十塊 好缺喔 欸 你 你在寬照 跑 跑來爆料你 你是找錢高手喔 哪有錢 這個玉米麥片很多人買欸 欸我也會單買玉米麥片 可是玉米麥片不配豆漿嗎 我都一定會再買一瓶豆漿 蛤 蛤不是配牛奶嗎 因為我喝牛奶會拿肚子 喔 那也好啊 就是 吃一吃喝一喝拉一拉 然後又乾淨又可以再吃 對啊 對啊 欸他們說你找二十六塊 直接找人家四十塊欸 你在笑什麼啊 賠錢了啦大姐 蜂蜜穀物可以買 蜂蜜穀物 可樂不買 可樂沒了 可樂品要 無咖啡衣蘇打水包也買個吧 好 優質蘇打水已經有了 我買了我買了 可樂包也買了 哇靠你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爆發戶啊 大姐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哇你買爛欸 怎麼了怎麼了 我想說你買是一箱一箱買 結果你是五箱五箱買 哇靠 五箱乖乖 這裡有這個 你看這邊 這邊就是你的買 儲存空間 電部空間 左上角是你的錢 你現在有八百八十塊 你看到嗎 然後 你買這些 就可以把電擴 擴張 擴張啦這樣子 喔對 這個就是可以 哇操 誰買兩台電視 這電視能用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到底就買了 要啊 要啊 要補廣告啊 要讓他們洗腦啊 放福利熊啊 那個可以關門的 可以 10點吧 看一下今天 營收怎麼樣 感覺是虧錢 不會吧 記得訂閱蜜魯的頻道 更多影片在這邊 還有想看更多的話在這邊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才不會錯過蜜魯的影片